各位网友大家好 现在是美中时间2021年6月7日下午3点28分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股市情况 今天的股市呢 周一今天是周一了 收盘情况呢 道指下跌0.36% 跌126.81点 标普500跌3.11点 跌幅0.07% 纳指上涨67.23点 涨幅0.49% 所以这个今天的股市呢 是跌涨不一 今天这个股市最亮的 在那就应该是罗素了 罗素今天非常的好 涨了1.34% 是最最好的一个了 每股各行业一体F当中呢 生物科技ETF领涨超涨3% 其次是网络股指数ETF 半导体板块ETF领跌 其次呢 是金融的ETF领跌 这是今天的这么一个股市的具体情况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各个股市的情况了 这个罗素的话呢 开始呢 可以说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高开了 然后就是基本上是一路上涨走上去的 中间稍微有一些回调 但又涨上去了 所以我说嘛 这周的话呢 罗素应该是会有创新高的可能性非常的大 我们可以看 它已经实际上走出了 当时我们画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一个调整的区域 上面已经上出来很多了 所以罗素很可能的是三角形调整结束了 要往上冲这么一波的 而且它的周线呢 已经看完全起来了 周线起来之后再压下去就不容易了 而且它这个已经呈现了 基本上是多头排列出现了黄金交叉 有多头排列的表现周线 然后日线的话呢 已经出现了这个多头排列黄金交叉了 所以罗素呢 很可能下面会是比较亮丽的亮眼的这么一颗了 这最近尤其是近期了 罗素长得不错 然后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标普 今天的纳指的话呢 也也算是最后收涨了 开始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有一些低开了 低开之后呢 一直就一路的调整调整调整 然后慢慢的到尾盘的时候呢 收涨涨上去了 而且尾盘呢 有大笔的成交量 我们看看它的日线图啊 今天呢 算是基本上是挑战 挑战了昨天的新高 昨天的高度了 所以我们感觉现在呢 纳指的话 应该算是已经突破了它的 这个关键的点位了 我们希望它的这个头肩顶的形象 它呢可以消失掉 所以如果这个 突破这个高位之后 我们继续 目前呢 还是继续看高 看高到哪呢 可以看高到前高 三十三百四十二块八 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一周纳指的情况是怎么样 目前看它周线图的话呢 实际上这周应该是往上涨的 而且日线图的话呢 也是这个 应该是向上 应该是有向上有所涨的 所以我们看一下明天明后天 然后周二周三的情况 如果它能冲破这个新高的话 冲破前方高度的话呢 我们就认为呢 它这个头肩顶的形态呢 就算是失效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放心的 就继续做多了 所以我们注意密切观察 就怕呢 它到这个位置之后 压力线之后呢 又会回弹下来 然后反弹下来 然后就是有一波跌势 但是它已经突破了这个 前方的这个 上次我说的这个 5月4号 5月5号的这个 就是当时的跳空低开的 这么一个缺口 已经补上了 应该算是 所以这是纳指的一个情况 纳指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标普500 标普500呢 也是基本上是 一路的 开始是低开的 低开之后呢 后来又向下走 然后尾盘呢 也是调起来的 然后看它的日线的话呢 应该按理说 今天呢 应该是出黄金交叉 往上走的 但是它这个走的不是很好 还这个收尾的时候呢 还是显一些跌 0.08%的跌 然后的话呢 看它这个60分钟线呢 也基本上是要调头 应该明天 标普会往上 有一波的走 希望它这个日线呢 能够跟前方这个日线 类似的这种走型了 向上呢 稍微有一点向下之后 又调上去 走上它一波的 向上的涨幅了 那就比较好了 现在我们看 它这个跌的话呢 实际上没有太大的量 跌并没有放量 所以我们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放心吧 然后这个周线的话呢 也是向上调的 已经开始出现 往上走的这么一个趋势了 所以我们目前呢 还是看好标普的 但也不排除它有这种 就是突然回调的 这种可能性了 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明天的话呢 继续跌的话 跌得严重的话呢 它有可能就把这个 上去的黄金差利息 变成死差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看它这个MACD的情况 明天能否调上去了 就是 这是标普和纳指 然后看一下道指 道指今天跌的是比较多的 而且我们看它日线图呢 这又出现了 这个死差了相当于 而且关键是 道指前一段时间呢 长得比较好嘛 所以目前出现了 道指就比较相对较弱 这几天呢 应该是罗素和纳指领长 然后道指和标普呢 稍微有一些些弱 而且看它的周线图 也是要向下走的样子 所以我们看看 道指是否近期呢 会有一波的回调 也是不好说的 所以这是这几个 大板的板块的情况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关注的几个股票 先说一下 当时朋友的有人 问我QS的情况怎么样 QS今天是实际上 是涨得不错了 涨了六个多点 然后的话呢 它实际上已经有一波的涨幅 也不知道它能不能 就是站稳 站稳这个 一般要是想让这个股票 能够涨的话 最起码它要是站稳 这个20日或者是60日的均线 我们认为最稳的是 60日均线以上了 就都是阳头向上了 这种情况是比较稳当的了 所以目前的话 实际还是在一个筑底的情况 所以它具体 明天还能不能接着 再往上涨 不好说 但也有可能就是 趁着这个周线图 起的刚起的这种感觉呢 刚起的样子呢 它日线呢 跟着往上涨一波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这一波的话呢 我们希望它看到哪 下方的下一个高位呢 就看到这个位置了 38块钱的位置 如果它能够冲过去的话呢 就是最好的了 它可能就能站稳 这60日的均线 然后就是120日的均线嘛 如果要是这一波 没有冲上去的话 可能就在这个位置 这是30日均线 30块一马二 是今天刚刚站上去一点点 但是它如果站不稳的话 有可能就掉下来了 也是有可能的 不过看目前的这个情况呢 是开始有这种 做多的迹象了 已经有这个底位 反正是有加仓 有人在加仓 而且今天这个上涨呢 是一个放量的 稍微放量的上涨 相对于昨天来说呢 是一个有一点点 放量的上涨 所以我们还是比较看好的 看看情况吧 反正如果要是 目前的话呢 您要是确实手里 有这个QS的话呢 它涨的时候比较好 如果看它就是 有这种跌的倾向呢 我建议大家 就可以买一下PUD 就是买一下它的 看跌的期权 相对的话呢 进行一下这个对冲 这样的话呢 减少一下损失 当然最好是 它到了上方之后 支撑位的话 如果看着它比较困难的话呢 最好还是 要我说的话呢 如果您不能就是说 心态很平和的持仓 比如说三五年 都让它在地下 就是一直都是地下的那种 不涨的股票的话呢 我建议呢 就是能解套的时候呢 尽快解套 因为它这个前方的压力位 实在是太多了 你看多少个压力位啊 基本上都是压力位 它今天算是过了这个 30.83前方的压力 然后是39.64 然后40.66 这基本上40.52 40.66 53.23 都是这个压力位的 太多了 它这个压力位 基本上每走两三块钱 就是一个压力位 因为它这股价 本来也不高嘛 走两三块钱的话 可能就是10%的这个涨幅了 对它来说 所以它没走这个 10%或者是百分之几的 这个涨幅呢 它就是一个压力位 所以压力位相当的多 所以大家呢 还是要小心一点 不过要是买了的话呢 如果确实有持仓的话呢 建议呢 可以它到高位的时候 再向上涨的时候呢 买一下那个 by put 或者就是做一下这种 对冲吧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 VLDR VLDR今天呢 也是涨涨跌跌 涨涨跌跌 基本上都是在 围着均线左右动吧 尾盘的时候 又给提上去了 下午的时候 有一些下滑 尾盘又给提上去了 然后看它的日线图呢 实际上是快出现 这个黄金交叉的 所以我们期待 明天它能够涨上去 如果能站稳的话呢 涨上去的话 它有可能 就是把周线图也挑上去 这时候如果周线和日线重合 有点像刚才看的那个QS的表现 可能会有一波涨幅 实际上这VLDR的话 目前的话并不是介入的最好时机 如果要是没有买入这个只股票的朋友呢 我不建议现在入手 因为它呢 现在实际上是 还是成一个空头排列的资讯了 你看120在最上面 然后60日均线 30日 20日 10日 5日 这种均线 现在是5日均线和10日均线 刚刚出现了金差 然后往上走 但是您看它这个 不知道它是否能站稳 这个20日均线 然后站30 60日均线 是否能站稳 还不太清楚 实际上它成这个多头排列的时候 这时候股票才是最好的买入的时机 所以像这种股票的话 因为它如果成这种空头排列的话呢 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能成多头排列 也许它中间这些只是 就好像它上方这些涨呢 也许就跟前方这些涨 也只是一个横盘的状态 然后后来又会接着跌下去 所以不好说这种情况 目前的话呢 就是这样子了 VLDR 还是建议大家呢 小心 如果要是有持仓的话呢 高位减持 然后低位吸收嘛 低吸高抛 还是这种思路来做 然后PLTR我们看一下 PLTR的话呢 今天也是 开始的时候呢 有一点跳水 然后接着呢 就一 尾盘就涨 一直就涨上去了 到尾盘的时候 稍微有点 跌了一点 但最后呢 还是以收涨为结尾 收了1.79%的这个涨幅 还是不错的一个涨幅 而且我们看他这个高位呢 实际上已经跑了一段的PLTR 从17.05% 如果要是我们这一段 一段一直持有 从我们提示的朋友 建仓的时候 建仓进去的话呢 一直持有的话 实际是一个不小的涨幅了 当时我是在 22块钱左右的时候 做了这个减仓的操作 因为当时看他这个 已经是走到高位了 不知道下方 所以后来他有点跌 跌下了一点 但现在目前看 又有起稳的这个迹象了 如果他能够站稳 这个上方的120日均线 实际今天上呢 已经是站稳了 这个60日均线了 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种迹象了 站稳之后 如果他还能站稳120日均线的话呢 我们考虑他筑底呢 就基本上形成了 可以往上前方的 有一波涨幅会 然后看他的这个周线图呢 实际上已经起来了 周线图起来之后 如果能长期的这个 走这么一波的话呢 也是不错的 所以这PLTR 目前是可以介入的 反正也是小心吧 他如果站稳的话 就是可以介入的 如果当时的话呢 但目前的话 这个KDJ看实际上 已经是高位了 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 不要持仓太多 再一个呢 看他这个 就是主力的话呢 实际上短期的主力 是有下滑的这个气象的 所以可能也是高位了 而且他这个上涨的话呢 今天倒是一个量 稍微高一点的上涨 比昨天的量呢 要大一些 但呢 但就前方的这些上涨 来相比的话呢 还是一个缩量的上涨 所以 一般缩量上涨 都是见顶的信号嘛 所以他能不能 敞过去 这120日均线呢 是一个比较关键的点 120日均线 现在是在 25块 三毛五这个位置了 所以能不能过去的话呢 是 大家要小心一些了 这PLTR 然后的话呢 Tesla Tesla的话呢 最近这个 就是 不好的新闻 一直都在出现 利空一直出现啊 但是他这个 今天是先跳水 然后后来呢 尾盘又拉上去了 目前看他的日线的话呢 还是使一个空头为主了 但是 今天的这个 60日和 30日均线 出现了这个交叉 他能不能站稳 这60日均线 非常重要 但是他日线的话 已经向上有所挑头 所以我们估计他 再往前走一走的话呢 可能会有一波涨幅 实际上这个 Tesla呢 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就是 我们看线的 可以看一下 他这个 周线的排列的情况 我们就知道这个 怎么样去看这个线了 你看啊 这个一般情况下 这个 像这种 他长得比较好的时候 45度开角 然后 就是 这种情况了 这都是长得比较好的时候 而且是那个 从 从多头排列嘛 下面是5日 10日 20日 30日 60日 120日 均线 250日均线 这样排列的 这是 是最好看好的 这种长势了 所以这时候 入场的时候 是没有问题的 慢牛嘛 属于 你可以就是 持上股 不管他的 小波动可以不在意了 然后跟着他跑一波 这一般都可以 吃到很好的利好 而这种呢 这种情况的话呢 如果见到他这种 就是 相当于是 10日均线 5日均线 出现这种拐 拐头的时候 尤其是这个 20日均线 出现这种拐弯的时候呢 实际上是 他开始走下滑路的表现了 就是相当于是 空头为主 所以这种情况下 如果这种 20日均线 都已经拐头了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 就不要再入仓了 因为这种情况 我们实际是在 跑入他的这个 下滑的这么一个 仓位了 所以是比较危险的 这种情况 进股的话呢 进去的话呢 买股的话呢 赔的可能性比较大 所以我们如果 要做趋势的话 像看到这种趋势 我们就不要再买了 但目前如果 要是朋友 已经有持仓的话 做那种长期的 长期的炒作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呢 也还可以有 就是说呢 高位呢 把它抛出去 低位息 然后降低这个 持仓总体的持仓成本 然后看看是否可以 有更好的表现 然后另外一个股票呢 我比较关注的近期 就是这Full的 这个福特这个车 福特的话呢 你看福特目前这个 它呢 还是属于地板价的 在15块多 它呢 整个的 整体的价格呢 一直都不是很高 而目前的话呢 这是它的周线图 我们可以看到 它基本上要出 这种45度角的表现了 你看日线 这是5日 10日 20日 30日 然后又是 60日 120日 250日 所以出现这种 多套排列了 开始 这时候呢 说明这种股呢 可能很有可能会 下面出现一波涨幅 而且我们比较一下 这个福特的这个情况呢 实际上和Tesla呢 就是前期要有涨幅的时候 这种表现非常非常类似 大家可以看前期的时候 股价一般都是地板价 才3块多 4块多嘛 然后到这之后 它是这种慢慢的上来 慢慢上来 而这时候呢 一般最大的这个涨幅 也就30度角 没有说45度角 一下就回来了 而这次的45度角 涨的时间 非常长久 所以它有点像什么时候呢 像Tesla去年的时候 翻了7倍嘛 有点像Tesla去年的 这种日线图的走势 所以像这个 这个时候的走势 非常的相似 而且目前福特 Fold的话 它这个 就是啊 价格还是相对较低的 所以它如果翻个7 8倍 翻个10倍的话 我觉得都是很有可能的 它才15块钱嘛 所以的话呢 目前我感觉福特的话呢 实际上是可以入手的 但是现在的话呢 看它这个日线图 是往下走的 所以也不要太着急 这一波下来之后 我们看看它的情况 是否会出现这个 整个的大反转 如果没有整个大反转 如果能在这个 20日均线 或10日均线上 还是能站稳的 到下方之后呢 我建议大家 实际可以进行一波 就是补仓操作 然后这个 就是周线 也稍微往下走一走 日线和周线 都稍微低一些的时候呢 我建议可以考虑 进一些这个福特 进一些仓位 因为它很有可能 下一波呢 会跟着它这个电动车的 就是发行的利好呢 有可能会有一波 有一波涨幅 所以我比较推荐 这个股票还是 然后的话呢 其他的股票呢 像Home Depot的话呢 它这个股票 一般情况下呢 我是长期持有的 但是呢 目前有板块轮动嘛 所以我建议现在呢 可以不要追高 但目前的话 它在低位了 已经低位下来之后呢 是可以低息的 而这个股票呢 实际上持有的话呢 你看这个周线图 也基本上是在下方了 所以是可以低息 可以低息一部分的 但像这种情况呢 就是股票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可以 长期持有作为一种利好 因为它每次这个 每隔几个月呢 都美国三月份 然后六月份 刚刚派了股息嘛 所以它 而且每次派股息的时候 它这个派的都是蛮好的 1块0.5嘛 每一股 所以的话呢 这个这种股票的话 是可以就把它当作 存为银行的那种感觉了 因为您吃的这个股息呢 实际上是比银行利息要高的 所以我们的话呢 就把它当作存银行就好了 是比较稳定的 这种股票呢 属于加大业大 而且一时半会儿 涨得不是很快 但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 就是不可思议的那种举动吧 像那个Tesla前一阵的 比较受这个 Elon Musk的这个影响了 所以的话呢 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这种股票的话 就是很稳当的那种股票 而且当时的话呢 如果要是能从243 这个低位的时候呢 吸进去 当时这是2021年3月份 就是今年 这有大概有两个多月吧 三月份到五月份 这两个月的时候 一直都是慢牛涨上去的 而且是45度开脚 当时正好是出于 那个板块轮动的时期 这个它吃了一波利好 所以非常的好 就是如果当时能吃食仓 一直到这个位置 然后再进行减仓的调整的话呢 是可以吃到一波 非常的利好的 现在周线呢 有一些见底的迹象了 所以我感觉呢 在等它这个日线图呢 在差不多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进一波了 现在实际上 可以进一些这个 Home Depot的了 然后前方的话呢 看看它 前方的话呢 看点是316 然后是319 再如果这两个都可以突破站稳的话呢 下面就是336 这个跳空低开的地方了 再有的话呢 就是不缺口 不完缺口之后呢 就是前方高位了344 就有可能开启 另一波上涨的行情 也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板块轮动的话呢 不是一时半会儿的这个时间 一般一轮动的话呢 少呢 就是少则一年吃 多则呢 可能就是两三年的 这么一个板块轮动 所以我感觉朋友们呢 可以就是注意一下 关注一下这些个就是价值股吧 还是会有一波不错的操作的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分享就到这里了 欢迎喜欢我们频道的朋友 点击订阅 留言 分享 转发我们的频道 您的支持就是我们前进的动力 咱们下次再见 晚上愉快